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姑娘 这位姑娘据说是大学几年 她挣出了这几年的学费 还挣出了一台车 来 我们掌声有请姑娘抽唱 就是我的发明例 我就是你 好 好 心爱 努力 我期待她 好 关联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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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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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张元柯 今年21岁 来自吉林长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 我自己挣钱 自己买车 独立的女孩找成熟的歌 谢谢 大个儿漂亮摆 而且呢 还能就是大学期间 还能自己这个挣出了 学费 挣出了学费 之后买了一辆车 还买了一辆车 对 你看看 一般大学期间好多人就谈恋爱 就是谈着恋爱就大学四年过去了 你看看这个 好 我看原本天使给谁了 给10号了 天瑞 来 我觉得就是美女此时此刻 对你所有的赞美 只能归成四个字 真有眼光 好 好 好 渣男 可是渣男 我来个女嘉宾选她的我都说一遍 来个女嘉宾来的我都说一遍 我都说一遍 我都说一遍 我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都选她 真的 在外面听歌语劝以后 我都会哭的喊着来就说了 渣男 真是渣男 真的 听歌劝死保败 真的 你都关注关注我 咱能干活是吧 我会关注你的 11号同楼晚的 苦口和心 语重心长 来一个说一个 10号每次建立起来的这种威望 11号必定给打下去 是不是 你可以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好 来看一下这位姑娘 第一个短评我们了解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还做其他的兼职 之后我这个人呢 心气比较高 之后呢自尊心也比较强 我觉得我的身边的朋友呢 非常优秀 所以说呢我也不想比其他人差 来6号杆子 我感觉那个美女呢在上学的年纪就能自己赚钱 然后买宝马 我这点挺佩服的 然后呢 嗯 我呢 我感觉我感觉我挺成熟的呀 然后呢我自己我自己呢在长春也是这么多年了干装修 一个月呢也是万八千块钱 然后呢我也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赚的钱是高是低 但是我感觉就是以后咱俩要是能在一起的话我肯定努力给你赚的钱更多我希望你能多留意留意我 好的谢谢哥我会留意你的 谢谢 杆子是多大的时候买的房子啊 520买的房子 114平 好有啊 然后买了买了两台车 一台一台圣达斐一台那个505S SUV是谈谈事的时候谈买卖的时候开那个 然后我平常呢 50红光呢就是那车我就是基本拉料拉货或者是我工人他们开 从几岁开始打工赚钱 我16我就来长春了 那相当于4年的时间就已经攒出一套房子两辆车了 这一比现在这年轻人都挺有正事啊 20的年纪 是啊 来13号海浪 你好 美女 你好 刚才通过那个短牌的了解啊 我能送你4个字 那叫年轻有为 谢谢 真的很羡慕啊 也挺佩服你这个年纪能做到现在这个成就 反正我感觉啊一个时代成就一批人 真是那样的 我记得我20 21的时候 应该是我买的比较贵的这个加油电器 或者是电子类的东西 应该就是我那个诺基亚110的 就只能发那个信息的那种的 所以说你今天做这个成就的话 我很非常非常佩服你 谢谢哥 谢谢哥 我觉得年轻人有物质追求 也有精神追求 这样的年轻人让我们觉得未来特别可期待 是的 我觉得就是人生是要有目标的 嗯 对吧 我在这个姑娘身上我看到了 你对你自己的人生是有目标的 是不是 对姐 我觉得我自己的未来规划还是很 你之前的目标都是什么 比如说 我之前的目标就是说 我要努力 我要努力学习考个研 之后以后就是有一个好的工作 稳定之后以后还能有更好的发展 好来看一下姑娘的第二个总品 我想找一个学历在本科以上的 这样两个人精神层次保持相对一致 如果结婚的话 我希望彩礼要五十万 因为我的陪价车房什么的 也要五十万以上 有人可能说我物质 我觉得我是务实 大多数男人都想要四块五个妞 实际上就是对本身此刻的经济状况不自信 而真正自信成熟的男人 不管有没有钱都会做到有底气 所以现在年轻的男孩们 要努点力招点急了 现在的女孩们都进步了 如果你们不努力进步的话 你们就找不到对象了 三号李杨 我听到了您说就是彩礼五十万 我是一个坚决不给彩礼的人 我是长春本事人 我的身份证是20102开头的 证明我是从小生长就是在这片土地上 我也是长春人 对 我不是说是不给这个钱 而是因为我特别不希望我以后的婚姻跟钱 有任何的关系 因为我只是我想要以后我的另一半 只是我喜欢你 我爱你 我单纯的就是想娶你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应生条件 但是我们家是送是送 你看个人 我觉得你好可以不用 但是如果我感觉你不好 我也会拒绝你的 对 二号曹萍 我感觉就压力太大了 你说他吧 他收入肯定实在是太可观了 然后自己这个挣钱买的宝马呀 比如说平时在约会 那指定是层次都不一样 可能说你约两回会 我这一月工资都得搭理他 哥没有 我是可以吃麻辣汤的女生 可以 我那你早说我 导演给灯给我整着了 你老了 小伙子一下就陷入想象了 就觉得压力太大了是吧 对 我就感觉 第一感觉就是 哎呀 这是不是得老能花钱了这个 没有没有 哥还可以 我也是个节约的人 但他提出了一个问题 袁哥 你看你大哥漂亮白 谢谢哥 高学历 现在还在考研 还可以 还高收入 只要二十出头 车和房都自己置办齐了 然后家里边还给这么大的陪送 就是有没有感觉 你觉得这男朋友很难找啊 其实我觉得是他们不愿意靠近我吧 因为我并没有 并没有想的那么多 我就觉得他优秀 他够好 他够努力就可以了 没有想那么太多 袁哥我能够感觉得到 你要找的那个 肯定是在心理成熟度上 跟你要有匹配 对 不一定说是物质方面 或者是学历方面 对 但心理的成熟度 一定要你认可 对 是吧 没有错 是 一 独立 二 对自己的生活有规划 有计划 我觉得就能活出自己喜欢的样子 自己越来越优秀 你优秀的那另外一半 自然就能找到 是吧 来我们掌声送给人家 加油 小春的天 依然灯火烂香 有多少人在风起街头转身 开始的拥抱 都是 你